大家晚安 我是五戒 今天任天堂公开的动森手游版的最新消息 还上传了一支影片 以三个要点向大家介绍 12月3日发售的新版本 跟之前的手游版有什么不同 首先第一个要点就是游戏内容 这次的complete版本 跟过去的玩法几乎不变 我们一样可以开着我们的露营车 到各个区域去晃晃 和动物们相遇后 再拐进我们的露营地里面 各种季节节日的活动 也会照着之前的步调在游戏里面举办 如果有继承记录的话 就可以用几乎一样的状态来继续新游戏 像是露营课的等级 零钱和动物们的亲密度 另外家具素材等 不管是包包内 还是仓库里的道具都会留下来 那已经布置好的露营地 小屋跟露营车的装饰 也都会保留 服装和已经登录的搭配 也都会继承下来 因此如果是之前就有玩的玩家 继承是非常重要的 这边就来教一下继承的方式 继承是需要用任天堂的账号来进行的 到任天堂的官网 注册好账号后 打开现在的口袋动森 到设定那里 和任天堂账号联动 等到购入了动森Complete 在启动游戏后 系统就会问你要不要继承记录 选择继承再输入任天堂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完成记录的继承 在新版本里面因为少了课金功能 连带有些事情会变得不能做 首先是课金购买的叶子票券 叶子票券将会完全消失 如果老玩家身上还有没有用掉的票券 趁早把它花掉吧 另外是月废制的口袋森友会 以及原本的好友功能 也即将要废制 原本的摆摊 送礼功能将会消失 但是伴随着这些要素的消失 会有新的元素来补救 各位就不用担心 新道具 叶子石头 取代叶子票券 叶子石头即将登场 它的基本功能跟叶子票券一样 可以买东西或者缩短 手工艺的时间等等 不一样的是这个票券不用课金 只要透过游戏内的奖励 就可以获取 原本月废制的口袋森友会内容 会有一部分不用另外花费就能享用了 像是可以带着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一起逛街 保存拍照滤镜和日记功能等等 而旧的好友功能不能用了 但是任天堂准备了新的好友功能 多了这个很像Amiibo卡片的我的录音卡 上面会显示玩家的情报 可以登录自己喜欢的发型服装 还可以放上自己最喜欢的小动物一起合照 做好卡片之后就会有自己的QR Code 用手机扫过后就能登录朋友的卡片了 另外地图会增加一块新的区域 是专属你和你的朋友们的空间 口哨牙 有登录卡片的朋友会随机出现在这里 可以在这边跟他们见面交换礼物 而且每天晚上七点 KK都会在这边进行演唱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和朋友一起听演唱会 这画面超温馨的 那会出现在这里的朋友呢 现在也有方法可以继承过来咯 想要继承的人呢 记得要更新成最新版的口袋动森 更新后打开游戏就可以咯 记得在旧版动森官服之前 也就是10月28号前 要记得更新之后登录哦 另外也必须要注意的是 你和你的朋友都要登录才可以一起继承哦 游戏会和过去一样 和现实世界中的时间联动 过去曾举办的一些季节活动会照常举办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准备了一些没有办过的活动 这些活动将会持续更新到2025年的9月 有够佛心了 他们这次呢还准备了图件 可以查看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季节的物品没有入手 并且可以使用新道具 Complete Gen 直接兑换缺少的家具哦 以上就是这次动森手游版的内容 贩售价格是日币2000元 目前呢可以用半价以下的早鸟价购入 我刚刚看了台湾iOS呢 是台币270块 已经购买老朋友喜欢哦 在任天堂新主机和动森新作消息出来之前呢 还有这样一款游戏可以玩哦 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哦 大家拜拜 我们下次见